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听收看希望之声新闻速递节目 我是奥雪 今天是美东时间8月3号星期六 这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中共战区大洗牌 南北部战区司令齐换人 IMF提议1万亿美元救防市计划 中共拒绝 金正恩不看中共脸色 中朝关系已有变化 奥运美国队突然发力 单日连夺四斤 下面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自从习近平上任中共军委主席以来 除了军队主官频繁调换 军方高层也历经多轮清洗 正值中共八一建军节前夕 当局又对多个战区高层重新洗牌 中部战区司令员黄明 调任北部战区司令 南部战区司令员由陆军上将吴亚南担任 8月2号 据微信消息表示 7月31号 辽宁省庆八一军政座谈会在沈阳召开 辽宁省委书记郝鹏出席并讲话 北部战区司令员黄明出席 由此证实 黄明已任北部战区司令员 这是他首次以新的身份出现 据公开报道显示 黄明出生于1963年 江苏宜兴人 二十届中央委员 他曾在原沈阳军区某机械化师 从北到南的多个集团军任职 曾任师长 参谋长 军长等 2014年7月 黄明晋升少将军衔 2019年公开报道显示 黄明已任陆军副司令员 当年年底 黄明晋升中将军衔 2023年1月 黄明首次以中部战区司令员的身份 公开亮相 并晋升上将军衔 据报道 此前担任北部战区司令员的是王强 与此同时 南部战区也发生了人事变动 吴亚南就任南部战区司令员 7月31号 他首次以南部战区司令员的身份 出席2024年广东省雍军慰问座谈会 中共军队原有7大军区 2015年军改后成立5大战区 分别是东部战区 南部战区 西部战区 北部战区和中部战区 目前 中共北部战区和南部战区的司令员 已经证实换人 有消息说 原北部战区司令员王强 将调任中部战区司令员 而东部战区和西部战区的主官 尚未传出换人消息 公开资料显示 东部战区司令员是林向阳上将 西部战区司令员是汪海江上将 中共党魁习近平 在2012年11月 就任中共军委主席以来 除了军队主官频频调换 军方高层也历经多轮清洗 大批高级将领落马 甚至两任国防部长李尚福和魏凤和 在今年6月27号同一天 被开除中共党籍和军籍 原中共中纪委监察部官员 现居美国的时政评论员 王友群认为 中共党魁习近平最怕的是军人造反 王友群此前在大纪元撰文表示 到2022年中共二十大前 习近平查办了超过170名高级将领 这些高级将领及其仍在军中的势力 肯定对习不满 表面高喊忠于习 服从习的领导 实际上个个都是两面人 背地里有机可衬时 随时随地都可能背叛习 中共以避免公众行程 政府兜底预期为由 拒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及IMF提出的 使用1万亿美元财政资源 完成未完工交付住房的计划 民间寄望中共 更有力救助房地产行业的希望 由此破灭 自媒体人认为 中共不想接烂摊子 8月2号 IMF发布中国年度评估报告表示 北京应采用一次性措施的形式 来提供政府支持 报告说 虽然存在数据缺口 导致很难准确估计潜在成本 但工作人员的计算表明 如果实施这项方案 可能会在4年内产生约为GDP 5.5%的财政成本 也就是 按照中国2023年公布的官方GDP计算 这一成本数字将达到近1万亿美元 IMF建议 北京应当使用财政资源 减少购房者的损失 帮助破产开发商 对于进入破产程序开发商的 不具有商业可持续性的项目 可以使用中央政府资源 来完成并交付未完工预售项目 或向购房者提供补偿 以成本较低者为准 但中共的官方回应 几乎完全拒绝了这一建议 中共官方代表 IMF中国执行董事张正新书面回复说 在保交房方面 我们认为 不宜由中央政府 直接提供财政资金支持 避免形成政府兜底预期 引发道德风险 中共政府拒绝IMF提出的 政府出资旧楼市的方案 意味着什么 自媒体China Insider 主持人David Zhang认为 我觉得烂尾楼是一个无底洞 很多这种庞氏骗局 开发生动已经把钱拿走了 所以政府其实不想接这个摊的 或者说实际情况 不是IMF所能看到 或者他们提出的这个政策 就是用政府资金能够填补过 过的这么一个很大的一个洞 问题呢 其实出现在这个房地产的泡沫上 等于就是说 房地产整个行业 它的扩张的这个速度和它的这个范围 它其实远远超过了在经济上 这个中国经济能够合理 就是负担得起的 恒大其实我们看到就拖了好几年 然后这一个开发商就这样的话 中国有好多开发商 还有碧桂园啊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因为是太大了 政府根本管不了 据彭博社说 IMF的报告暗示了中国面临的房地产危机的挑战规模 中国目前正经历着长期的房地产市场低迷 但当局仍不愿推出大规模财政刺激措施 或采取救市措施 北京不愿向房地产行业提供更多支持 部分原因是最高领导人的意识形态 以及希望将经济增长动力 从房地产转向科技和制造业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 迈克尔·佩蒂斯在X上说 中国的问题在于巨大的房地产泡沫 导致行业扩张幅度远远超过经济合理性 中国不可能不经历房地产行业的重大调整 以及房价大幅下跌的过程 他表示 如果房地产行业的问题在于它无缘无故的萎缩 而且其萎缩正在对经济造成不利的滞后效应 那么IMF提出的救助提议可能有意义 中国网民对北京拒绝IMF救市计划表示不满 一位网民在微博写道 救楼市的目的在哪里 老百姓就是羔羊 就是人苦 任劳干活做贡献 很正常 很现实 中国正经历着长期的房地产市场低迷 但中共政府仍不愿推出大规模财政刺激措施 或为市场提供救命稻草 David Zhang认为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人民购物能力下降 和对政府信任度下降 特别是在清零这三年以后 他们其实中共是心知肚明的 特别最近两年我们看到很多试图刺激消费政策 这些都很无效 其实因为这也是无底洞的一部分 即使这些楼都修好了 人们也不敢花钱买 这一点我觉得中共是很清楚的 因为现在消费能力下降 人民对政府是失望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其实房地产的价钱这种跌呢 还没有到底 可能政府也是在准备更差的情况 以上是希望之声TV记者 傅林采访报道 韩国中央日报7月31号报道 韩国国家情报院发现 金正恩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见后 指示在中国工作的朝鲜外交官 不要看中共国的脸色 这已指示被解读为朝鲜意图在外交上维持独立性 不受中方影响 在7月27号的战胜节纪念活动上 俄罗斯 越南 古巴等国驻朝鲜大使均出席 然而中共驻朝鲜大使王亚军却是缺席 被视为不寻常 专门观察朝鲜动向的NK News分析称 这种情况非常罕见 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 中共驻朝鲜大使王亚军 在7月11号举办了 纪念中朝双边条约签署63周年的晚宴 但朝鲜官方仅派遣中层官员出席 未见高层代表 中共外交部回应 中朝关系稳定 对于这些情况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在8月1日的记者会上表示 北京对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的重视未曾改变 他指责个别国家和媒体捕风捉影 并称中方乐见朝鲜与俄罗斯关系的发展 针对中朝关系的变化 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资深时事评论员唐靖远 唐靖远表示 朝鲜想要摆脱对中共的过度依赖 想要适当的疏远和中共的距离 这并不是现在他们才想这样做 其实朝鲜早就想这样做了 早在这个川普政府时期的时候 金正恩其实就曾经试图过有想 在这个拉近和川普政府的距离 在中美之间能够争取达成一种平衡 那么但是由于这个川普政府 仅仅做了四年就换了人 所以呢这个金正恩的这个设想没有实现 但是现在俄乌战争爆发以后呢 金正恩他觉得说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机会 也就是说他要争取利用俄罗斯 对朝鲜的这种需求的增加 也就是对武器弹药等等 那么他可以借此机会来在中俄之间 去尽量的达成形成一种三角关系 而不是再像过去一样是一味的完全是 依赖于中共这样的一个关系 唐靖元表示金正恩他之所以要这么做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为他之前过度的依赖中共 导致朝鲜在外交战略上面 受到非常多的限制 中共一直都是把金正恩 当做一个在前台的傀儡工具来使用 这一点其实是对金正恩来说 一直都非常的不满 所以他其实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来 中朝关系其实并没有表面上 看上去的那么亲密那么的牢固 这个现象他其实折射出来 两个深层次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现在的 以中俄为轴心的整个轴心国体系里面 其实这些国家相互之间 只是一种貌合神离的状态 即便是以中朝这样的算是几十年的 用什么所谓鲜血凌结的友谊 这样的一个盟国的关系 它背后的真相都是如此的疏远 那其他的国家就更不用说了 唐靖远接着说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现在 朝鲜他之所以能够有这种勇气 那说可以不用看中共的脸色了 他要拉开和中共的距离呢 与俄罗斯有意的去拉拢朝鲜的关系 是有密切关系的 他就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在整个轴心国体系里面 中共虽然自封为是整个轴心国体系的老大 但是其实俄罗斯是并不买账的 唐靖远表示 普京在内心深处其实并不认为 也不服气让习近平来当这个老大 大家都知道 朝鲜是中共唯一钦定的这种军事同盟协议的 就算是关系非常密切的小弟 是这样的一个国家 就这样一个国家 俄罗斯都极尽一切手段的来进行拉拢和分化 其实说白了是在挖中共的墙角 从这个地缘战略的角度来讲 他其实就是在挖中共的墙角 他就说明就是普京本身 其实对这个习近平当这个老大 他是不服气的 中俄之间表面上呢 他们是这个密切合作在对抗整个西方 但是实质上 他们自己为了争夺这个老大的位置 也是在明争暗斗的 以上是希望支撑记者雨明的采访报道 当地时间8月1号 巴黎奥运会进入第6个比赛日 此前夺金步伐一直比较缓慢的美国队 突然发力 连夺了4枚金牌 从金牌榜的第7位直接冲到了前二 距离榜首只差两枚 自2012年伦敦奥运会以来 美国队已经连续在三届奥运会上 占据金牌的排行榜首位 本届奥运会前半段 美国队的夺金速度一直比较缓慢 5个比赛日过后 他们仅仅取得了5枚金牌 含金量偏低 在金牌榜上 美国队仅位列第7 还不如韩国队 英国队和澳洲队 可就在奥运比赛的第6日 美国队突然之间开始发力 连续拿到金牌 在男子4人单奖赛艇决赛上 美国队从6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 以5分49秒03的成绩 夺得金牌 体操赛场 在女子个人全能决赛中 由体操女王之称的西蒙·拜尔斯 以59.131的总分锁定冠军 8年前 在里约奥运会上 拜尔斯曾独揽女子团体 个人全能 跳马和自由体操四枚金牌 数据显示 这是拜尔斯生涯赢得的第9枚奥运奖牌 刷新了美国体操运动员 史上获得奥运奖牌数最多的记录 在女子团体花剑较量中 美国女队先是在四分之一决赛 以45比37淘汰了中国队 之后在决赛上 以总比45比39战胜了意大利队 夺得冠军 这也是美国队在当日奥运会上 获得的第三枚金牌 在女子200米8勇决赛上 22岁美国名将凯特·道格拉斯 以2分19秒24的成绩 创造了新的美洲记录 获得冠军 这是美国队当日的第四枚金牌 另外 美国队当天还收获了两枚银牌 一枚铜牌 共拿到了9金15银13铜 总共37枚奖牌 位列金牌榜第二位 美国队一天拿到四枚金牌 接下来在田径赛场 预计还会上演一波夺金狂潮 此外当天 处在领先集团的东道主法国队 日本队 韩国队和英国队 都没有金牌入账 中国队则获得了两枚金牌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也请您要点赞订阅希望之声TV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